10月23日,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上宣布,正式撤回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,相互法律协助法律修订条例草案。 李家超表示,特区政府于2019年2月在咨询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之后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,建议修改现有的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。 条例草案于4月3日在立法会大会首读,李家超之后在5月27日向立法会做出预告,你于6月12日举行的立法会会议就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。 李家超说,由于公众对条例草案意见分歧,社会出现矛盾,香港特区政府经过研究和检讨,决定暂缓修理工作,特区政府多次表明修理工作已经完全停止。 李家超当日表示,他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条文,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。 由于公众对条例草案意见分歧,社会出现矛盾,政府经过研究及检讨, 决定暂缓修理工作,决定暂缓修理工作,就此,我于6月15日致涵立法会主席,收回就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的预告,立法会大会就处理条例草案的工作,亦因而停止。 之后,政府多次表明修理工作已经完全停止。 现在,为了更清楚明确表明特区政府就修理工作的立场, 我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六十四括弧议条,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